說瑤瑤姐現在的發展 大家還看得到 我接下來要介紹這個呢 她真的太神秘了 她好會唱歌 可是現在大家很多人想找她 找不到耶 這個我們一定要好好的介紹 對 這在我們心裡頭 不能漏掉 對對對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位置 對 因為 其實我跟陳淑華 還曾經是鄰居 他幫我找房子 對 那我們現在 會有的 溝通的地方是一個動物醫生的 哦 真的啊 是是是 我才會在那邊 聽到她一點的消息 哎呀 那現在好嗎 現在 好 OK 對 現在 沒問題 真的是好朋友耶 對 就是聽到 當然我們有很多 以前滾石幫的朋友 大家還是會有聯絡 那是 每個人都很 很想知道就淑華在哪邊 對 然後也很想知道 她現在好不好 但知道她現在非常好 而且是 就是 非常的安定 對 心也非常的近 對 真好 很多人都很 很想再聽到她唱歌 她聲音真的很好聽 對 我相信她也是在等待一個 就是一個好的時間跟機會 我相信一定是 一定是可以的 是是 對 而且你知道嗎 今天這個 易賢要帶來的這首歌曲 這個 硬是在我當兵的那兩年 陪伴著我 真的 那個歌對我太重要了 剛好就是 我當兵的那一年出的專輯 夢醒時分 對你來講 你那時候聽到的時候是幾歲 還是你是這次上節目的時候才聽到 沒有 這我後來已經 國曉有了吧 OK 但那首真的非常的紅 嗯 然後 這是我今天唱四首歌裡面 唯一可以 不用看歌詞 還背得起來的歌曲 對 我覺得這個歌好奇妙 就是你從一開始唱的時候 你可以把 你會 你會很驚訝 你可以把所有的詞都記住 真的喔 真的很經典 對 很經典的這首歌 李宗盛老師的作品 就是有四首歌 聽我是誰 想唱那 있다 四首歌 華